這個就是個春卷 超級可愛的條件 今天就去這個 這個 新開的這個 HUNDAI SOUL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到 這就是現代百貨新開的這個超級商場 Shopping Mall 在羽耳島 有男機 早知道在這裡吃 這件東西很漂亮 好像K10日 HUN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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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層全部都是Full Call 英國也有這間 這間是吃那些 就是好像三文治 那些 有點像Isa Toast那一隻 他超多人排隊 時代廣場消費券 哇 大癲水 然後上來這裡就是 IFC 連卡佛 這裏就是K11M C20 加Selfrages 加IFC 連卡佛 再加 那個叫做圓芳 所以這堆東西拼在一起 就是這個 現代百貨 我反而想看看它外面其實是一個什麼地方 出來就是這樣 高樓大廈 淋淋 還有 寬落的 廣場 真的看地圖 好像這裡 有點近 什麼 漢光公園 就是看地圖 什麼都近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近 如果是的話 就走去漢光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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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些什麼漢光炸醬麵 這個不是炸醬麵 這些是 不過是蓉來的 哇 是這樣的 開完兩隻後有煎的 I sold you 什麼I sold you 就是 鬆你不鬆你 剛才看到百貨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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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我相機如果跌到水就好笑 跟大隊一起下來 看看什麼 哇 這個倒影 好漂亮 剛剛都是海的倒影 哇 現在不是很滑滑的 裡面是什麼 是什麼 在地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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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之後就挺舒服的 因為挺有感覺 長洲 這個位置是非常有一種寧靜的 看著那些梅珠的學生 或者每個人 任何人 在這裡 各自各有自己的娛樂 來到這裡也是可以平靜心境的 我真的瞬間那個自己平靜了 看我明天有沒有感覺過來錄拉麵 超突發 超激起療根的一件事 我現在去了研發 竟然一場來到韓國 我今天剛剛走完韓國 又沒什麼做 晚上又是 不會怎樣出街 不如在酒店附近的 沙龍站在那裡 碰上頭髮 大家一起 靠著Google Translate 還有少少一兩句的小韓文 少少一兩句的小英文 去溝通 整齊了 太好了 這個韓國的剪頭髮 還有他們的剪頭髮呢 就跟我們香港的洗頭髮一樣 在英國那些你是坐在那裡 即是你這樣坐在那裡 然後是這樣的 然後是這樣的 你的鏡頭好像就斷了 我每一次都覺得很辛苦 HELLO 大家好 又是來到這個熟悉的位置 話說昨天我不是要去現代百貨的 途經就看到有藍記 然後我走了的時候 心裡也有少少覺得 為什麼我不是去試一下 然後我發出了IG的故事 很多人在這裡 有很多反應 所以我們決定 這麼久沒有吃藍記 不如就在 韓國首爾這裡試一下 昨天不是說想回來漢江逛逛嗎 我會拿這盒藍記 去漢江 take away OK OK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藍記的菜單 這才是韓文 魚肉春卷怎麼說 小窩米線怎麼說 我會拿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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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手畫腳的情況下 加緊油 基本上不是緊油 是不懂韓文的情況下 我叫哥做了一個 叫做 我猜是小窩米線 然後有兩條魚肉春卷 他就說 叫做這個 就說有兩條這個東西 但我想說這裏的藍機周圍的格格是蠻正的 老舊的味道 這支燈又是那些真的很老舊的香港 這裏也貼了很多香港的懷舊海報貼紙 它是在用中國江西產地的東西 米市已經在我手上買了 我現在就走去魚兒島公園那裏 再走去漢江那一邊 吃我這碗藍機 我看一看 因為哥哥做的好像很辣 我看他喪家很紅色 看一下朝漢江方向是這麼多人 糟了一定很奇怪 對啦 博士這樣 單單一人 而且不是跟大隊 他們每個人都應該吃漢江拉麵 自己的自助拉麵機裏做 我就在那裏帶了什麼藍機 很漂亮 你看看這個 近黃昏位 真的太漂亮了 你看 很漂亮 這就是南記 這就是南記 這就是南記多少錢 7900 南記是用這樣的鬥妝 跟我們一般在香港用的不同 南記是用這樣的鬥妝 跟我們一般用的不同 有兩個南記蔥卷 但麵好像網絡 湯很辣 這個是蔥,蔥是自己加的 我撒下去了 這個就是南記 啊!刀寫了一點 我現在就是這個漢江 正在吃南記 這個就是春卷 樣子也有點像 春卷的味道也是一樣的味道 我不知道本來這個是小糯米線還是什麼 如果你說小糯米線就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它是辣油米線的樣子 不是太像香港的 但是食物的質感就像的 芽菜、米線、魚肉、春卷 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但是湯底就不是 這個湯底純粹是純辣湯底 就是辣湯 但是完全不是小糯米線的樣子 它是不是藍色的 可以清潔的 至於這個炸菜是完全沒有炸菜味的 那件事是如果你不跟我說這個是難的 我試完之後我不會吃得出這個是難的 它還有這個小菜是油豆腐 在裡面 我覺得很辣 辣到現在有點胃不舒服 我旁邊那兩位鬼妹 正在盛景她的人生 這個就是我現在面前的景象 我日落都下來了 不是覺得這個漢江很有感覺嗎 今天週末再來 太多人了 我已經沒什麼感覺了 太多人很吵到周圍都在說話 現在入夜就開始真的很多人 全部都是人 再加上那些Busking的音樂 是吵吵的人 好像不太放鬆到 反而又在繃緊了 我想我真的選錯日子 不應該是週末來的 所以今天就完成了這個 拿著南記去漢江 的一個小 又不是小挑戰的 純粹因為昨天經過有少少 少少好奇想知道這裡的南記點 然後同時也說想回去漢江看多一次 休息一下 所以有些東西 試過一次 就是第一次那種感覺 要不然你再結束 就已經不是了 而且入夜後 這裡也開始冷凍地 沒有了陽光 有人戴了蠟燭來也挺浪漫 我覺得戴了夠衣服的話 又有兒子在旁邊 這裡也很棒 但是單拖回家算了 這個不是土耳其雪糕嗎 是不是很玩小朋友那些 我買炒雪糕 然後又冰糖葫蘆 那邊紅紅烈火 炒洋蔥炒這麼大火 這個是我第一晚在樓下魚膏湯 都有賣的一種雞串燒 原來都是很流行的食品 這次來韓國 我覺得都很不夠批 五天四夜 頭頭尾尾都是 用來上飛機去機場 其實真真正正 有得去玩 就是 只有三天 還有最重要的是 這次是有時差的問題 我平時香港出發 沒什麼大問題 這次英國真是日夜瘋 雖然我晚上睡不著 晚上很肚餓 但我應該要吃晚餐的時候 應該吃晚餐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肚餓 以及不開胃 可能就是 吃晚餐 你看到我的樣子 也知道 有腫 又爆了瘡 這個就是 乾排不到毒的狀況 雖然是這樣的 雖然覺得韓國很不夠猴 但也代表著 我可以很快就見到家人 這是我極度期待的事 真的沒有見過三年 雖然我這幾天 就自己一個在韓國 但我會更新我的IG故事 大家看到我的故事 都給予很多反應 又會跟我聊些 又會介紹一些 好吃的東西 一些地方給我 看到大家的補充 就覺得我不是很獨自 所以 多謝大家 Anyway 我現在就 繼續進去這個 很現代的現代百貨 今天就不跟大家說了 下條影片再見 記得 common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our channel 再見 拜拜